今天是一個新嘗試 嘗試在網上 在自己的YouTube Channel上 去分享聖經 話說我辭職前 在課會上編了一些講到 這個禮拜 如果我不是走了 就到我講 今個禮拜 有感動去預備一下 看看三代經科 都預備了其中一段 當然我不會講四十分鐘 或三十多分鐘 可能十分鐘之內會講完 多一些不是教會那種 講台的分享 而是可以由聖經 一路去到講講 去到形容 和大家分享 嘗試一個新嘗試 第一次做 看看效果如何 如果有二三十人看 我都會繼續 好了 讀一次這篇詩篇給大家聽 詩篇十五篇 大衛的事 惹的話 誰能寄居你的帳幕 誰能住在你的聖山 就是行為正直 做事公義 心裡說實話的人 他不以洩頭殘袍人 不兇待朋友 也不除火毀謗倫理 他眼中藐視匪雷 卻尊重那敬衛爺話的人 他發了誓 雖然自己吃虧 也不更改 他不放債取利 不受賄賄以害無辜 行者奢侍的人 必永不動搖 這篇詩很有趣 詩人 即是大衛 或者是一些 托大衛名 或者用大衛的情況去寫 即是難得必 The Psalms of David 不一定是大衛自己寫的 他發出一個問題 或者他自己思考 到底什麼人可以寄居在 上帝的帳幕 耶和華的帳幕 誰可以陪住在 耶和華的聖山呢 這篇詩就是一個背景出現 他自己在陌想 或者他去問上帝 一個禱告來 這篇詩篇一眼看 都看到有幾個特色 就是很多身體部分 心裡說話 舌頭 或者行動的動作 你都看到有些身體部分 可相而知 那個宗教行為 是整個人的 他問哪些人可以在上帝那裡 其實呢 如果我們很宗教的牛條 我記得以前 少言崇拜 很多年前 有個獸仔 或者有一班獸仔 都是這樣的 他們問他們說什麼 應用也是 傳福音 讀聖經 祈禱 靈獸 好像 祈禱 其實他反映出些什麼呢 就是在教會內的人 其實獸仔是很坦白的 在教會內的人 他就感覺到你們的僵化 他就不停說這些 當然我講到不會這樣 但他都這樣應對我 一些老油條 這段聖經 他不是回答你一些宗教的表現 通常我們問 哪些人可以上天堂 那你就加不一大堆東西出來 心裡認耶穌為主 有什麼 跟著要回教會 祈禱 靈收 這些都不是差的東西 但這篇詩篇 卻是默想著一個實際生活的場景 上帝不是要一些宗教行為 那些宗教行為 就像這篇詩篇 都可以同一個道理 所以不要以為 做一些宗教行為 就可以討好上帝 很多時候 某一些派系 這樣形容 其實不應該說派系 某些派系 很喜歡將信仰 萎縮到 只是在教會四幅牆裡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的信仰不是這樣 但是全地的主宰 怎麼會縮小到一些宗教行為 所以這篇詩篇 都是一個好的提醒 第二節 他講出一個 好像一個大綱 我們讀詩篇 要留意一些平衡體 這裡他說 行為正直 做事公義 心裡說實話的人 這個很有趣 不是口裡說實話 是心裡說實話 即是屢外一致 後面他就跟著 其實說實話 他就跟著 第三節 開頭 什麼叫做說實話 就是不以蝕頭 蠢磅人 是一個對應 心裡和蝕頭是一致的 不會傷害別人 另外 公義和惡代朋友 也是一對 公義原文 和惡代 一個惡代就是 公義就是 就是 突然說不出什麼字 哈哈 傻一點 對 一個就是 威脂磅人 又是一個對應 行為正直 不除火 毀謀倫理 倫舌 倫理 所以你看到 他們是一一對應 這是第一個層次 當我們預備廣章的時候 當年老師教我們同一篇廣章 一個題目就說一件事 你找到的中心師 就說一件事 這裏是些什麼呢 他在說一些 心裡發出來表現的行為 要去做出來 就去印證你能寄居 耶路華的帳幕 可以住在上帝的聖山那裏 這裏我們怎樣分層次呢 如果我講到 聽得多都知道我會分三點 第一點就是正面 行為正直 做事公義 心裡說實話 這些是很正面的事 另一個就是反面 即是有所為也有所不為 第二點就是有所不為 舌頭去殘磅人 惡待朋友 除火毀謀倫理 即是第三節 OK 再進一個最深的層次 就是吃虧他都堅持 就是第四節後段 他發了細 雖然自己吃虧也不更改 另一個吃虧的例子 就是第五節 他不放債取利 放債取利是理所當然的 整個金融系統 整個世界 推動資本主義向前走 推動消費主義向前走 都是這樣 就是放債取利 用資本去鏡 錢賺錢是最快的 他不放債取利 即是他自己明明有的權力 他都放債 好像發了細 雖然自己吃虧也不更改 另一方面 他不受賄賂 以害無辜 其實 某些 站在某些權力位置 你會有power wrang seeking 現在很多人都說 我們知道社會越來越扭曲 人們就在那裡 wrang seeking 因為無法無天 那 wrang seeking的時候 他就受賄賂害無辜 這裏就是有權不用盡 即是去制約自己 所以如果我分回三點 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就是吃虧也堅持 就是這三點 那就不花時間去砌製得很漂亮 平時在堂會砌製得對應 一些指數一樣 想大家好記 其實 我想這個也不是難記 所以不特別去分 這段聖經有一段仔 在第四節開頭 我沒有提到的 其實這個正正是核心 他眼中藐視緋淚 卻尊重那敬畏耶穫華的人 為什麼我說這個核心呢 就是原來你不只有一些好行為 你是回到耶穫華那裏 回到神那裏 你記得這篇詩篇 一開始是問 到底誰可以寄居在耶穫華的帳幕 誰可以住在耶穫華的聖山上 所以整篇詩篇很明顯要強調 回到上帝那裏 所以這裏也是這樣 他不單止自己做 他跟他做的行為對別人好 另外就是他對那些很差劣 那些緋淚 他都有一些藐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逛街見到某一種人 你很想瞄一下他 或者你看一下他 你不自然瞄 他都會感覺到你不屑的眼神 香港人大家明白 那些匪律 不是真的偷東西 那些是匪律 有些匪律是更加可惡的 但是卻尊重那敬衛華的人 這個就是這篇詩篇想說的 一個層遞色 對我們有所要求 最初很抽象的 有所不為 後來更加是 為了應該做的事 有所犧牲 這篇詩篇 首先他提到 既居在椰華的帳幕 又住在椰華的聖山上 其實在說什麼呢 我們知道舊天的帳幕是動的 聖山就是耶路撒冷的聖殿 又或者是西乃山都可以 為什麼就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你去走這條天路 最後一個好像登山好訓 或者那些上行之師 是一條動的 上帝與你同在 帳幕可以有那個Image 另外聖山就是那個終極的目標 這裏在說一條路 就是你一直在上山 越來越難度增加 但都是從內心發出 就像我的三點 有所不為吃虧都堅持 力量來源是什麼呢 就是大衛一開始去問這個問題 就是他力量的來源 好了 講一下應用 很快希望完結 簡單 不用平時這樣 當然 課會那種 三十分鐘 四十分鐘 你可以慢慢增加力量 給多些例子 讓大家深刻記得 還有不只是一些知識 是我們老師教 是知情意的推動 有知識 有情感上的推動 有意志力去走出來 我這裏就簡化版了 Youtube就不適合說太久 好了 最後就講完這裏 就是那個形容 這條頻道都是給香港人 無論你是留在香港的 或者去到海外的 我想我們都有重要的應用情境 那怎樣應用呢 留在香港的 你要記得 我們終極的目標 是上帝自己 是去耶和華的山 我們是天霧客 我們要預備好自己 要去Stand Firm 你知道這個環境 越來越差 我們來到 都是繼續看新聞 我們知道 很多根本無關事的事情 都被牽連在裏面 所有事情都很政治化 我想提出 就是一個 越來越差略的環境 這個要求 聖經講 你以前行為正直 你不去理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的 但是現在你想不牽涉 都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被人拖下水 你怎麼避都避不到 就算避到天邊海角都不可以 你唯一可以做的 可能就是跪下 所以當這個世界 越來越變得差的時候 這篇詩篇 給我們 提醒我們的地方 就是更加難去做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但是也是重要 正如這篇詩篇 最後 行事正直歌 就是就是吃虧 我們都要堅持 只要你知道那些是上帝的心意 請我們一起努力去堅持 好了 那些走了那些 我們更加知道 我們的目的地 不是去到不同的國家 不是去找什麼民主自由 那麼簡單 而是去上帝行事公義 好像詩篇這樣說 心裡說成實 不單止去到一個什麼地方 最重要是我們的目標 不是在這個世界上的體制 而是上帝自己 那麼 這篇詩篇也提醒我們 就是吃虧你都要有所不為 就是吃虧你都會繼續堅持 所以呢 很多人覺得移民 或者移居去外地 有一個好一點的生活 這個不是我們的目標 如果我們上帝去擺我們在某些位置 我們就是吃虧 我們都要堅持 所以欣賞某一些帶著使命留下的人 其實留下可以因為困難 可以因為懶惰 也可以因為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我們有使命地留下 或者有使命地離開 這件事是很不同的 很多人唱到很高調 網絡上就會有人踩你 都可以的 可以接受的 記得有一個同度 搞Youtube 譬如說 以前在堂會裏面 四棟牆 大家會尊敬你 好保護你 未必會攻擊你 最多不適合聽 因為 拉起身邊的人 在那邊自己走 最多自己走 他就不會插你 這個是華人的好處 華人教會的好處 我不知道 上到網上 但一樣要練的就是不要玻璃心 你留言 不適合聽的 都可以大家去交流一下 人身攻擊 或者立場不同 想法不同 那些理性討論 是可以接受的 好了 那我回到這裡 所以你出去 不是去seek the better life 如果有所使命 我們就算是吃虧 我們都要繼續堅持 咦 如果上帝夫朝 你回香港 有些事情要做 去吧 是不是 如果沒有很明確的帶領 其實人去到選擇一些 不叫我門遇見試探的地方 你知道 留在這裡 可能很多事情 可能要妥協的 有些人說 可能妥協 甚至叛教都會 如果逼迫來到的時候 我不敢看得自己很高 當然 我都不是主要想自己 你們都是想家人 Anyway 那我回來了 所以 另一道 值得走了的人留意 就是 卻尊重那 敬慧耶華的人 我們見到很多 被傷害的朋友 他們堅持留下 吃虧的人 我們會不會尊重他們 會不會去到幫助他們 甚至一些方法 大家去想 尊重 正如這篇詩篇說 藐視匪裏 和尊重敬慧耶華的人 都不是口說的 就算是口說的話 都是從心裡出來 亦都拿著舌頭 所以整個過程都是重要 好 希望日後還有機會 繼續這樣分享 今次是試驗性質 只要 我應該不會放在 Public 我應該放在 Unlisted 可能是朋友才能看到 日後 如果都OK 大家可以接受 我就 直接放在Channel Public 我主要應該放在 Facebook 當然 歡迎 頂姐妹 自己看 看完之後 你 forward 給你朋友 都成為我一個支持 Youtube 我暫時不打算開什麼 Membership Patreon 都沒有 因為沒有什麼 供應給大家 而我去分享這些 主要都是 欣賞個人 那份 裡面的火 因為我覺得 來到 好像一個月 放假的感覺 我也不想太過 放下所有的東西 Youtube 是我現在唯一的收入 大家看廣告 或者Viu 都成為了我的支持 好了 Anyway 收入 或其他事情 都不是我最擔心 最擔心就是 我能夠繼續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作為香港人 為天國子民的身份 好了 今集到這裡 用我平時 Youtube Standard 的Ending 就是 剛剛看的訂閱 有緣見到 打個招呼 有問題留言 交流 理性討論 隨時歡迎 今集到這裡 拜拜